嗨,欢迎来到2.6课程单元 Post内容的Formula 在这个单元我要给你一个Formula 让你跟着这个Formula去Post文 所以我们要怎样Post东西呢? 记得4加1定律 4个内容Post加一个广告内容Post 而我们要记得 如果你前面的内容 就是今天人家一进到你的Patch 前面那4个内容不够吸引的话 没有人会接下去想看 所以呢,第一和第二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然后内容是没有100%的 今天你做,它就是对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Testing Mindset 你必须要一直Test不一样的内容 然后最重要的内容 观众喜欢不喜欢看 他看了你的内容 他会按like share comment 那么Facebook他看到你的内容 很多人按like share comment后 Facebook他就会拉更多流量去你的Patch 然后Post越多新的内容 越容易启动Facebook的远算法 这样你从这方面也能开始有更多的organic growth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要Post些什么内容的Post 首先你要知道 观众需要的是前感上的冲击或者共鸣 所以必须Post一些和市场上产生共鸣的内容 今天如果你在卖某些产品的话 你Post的东西一定要和你卖的东西是有关联的 他们看了过后 他们会觉得你share的图片、资讯很有用 或者内容video很好笑 然后他们看了会愿意继续看下去 也会愿意按like share comment的内容 以之前我们做的sample旅行行李箱产品 我们应该就需要po一些关于旅游的资讯 或者客户分享出来的一些旅游心得 像这样的照片 这样你就能引起客户的共鸣 我在这里可以建议你去找出在Facebook里 你的同行现在post的内容 看他们的内容哪些是最多人share、comment、like的 但记得只是做参考 别直接copy内容 另外一种就是每天尽量留意现在Facebook刚好hit的趋势 话题是什么 就好像早起比较红的460Burger话题 很多大的品牌都拿这个事件来做营销 让整个马来西亚的人都在传 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去po这样的图片 去做到这样的marketing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视频你可以po些什么东西 通过视频你可以post教育视频 故事视频和搞笑视频 那么教育视频就是你在教育你的市场 或者你的潜在客户 怎样去使用或挑选你的产品 应该要怎样去购买 或者是怎样去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问题 so这些你都可以把它以教育视频来post去你的page 那么故事视频和搞笑视频 你可以看到比较多最近在Facebook上很多人share的那种 短短的小视频很搞笑那种你都可以去post 我建议你可以去TikTok找这些搞笑视频 看到哪些比较多人按赞或share的都可以分享到你的page 最后一种你也可以post系列图片 就很多人说的懒人包图片 这种范图可以很广 可以是推荐内容 知识内容和教育内容等等 你的用户如果对那个话题有兴趣 他就会一张一张图按进去继续看内容 好 这个单元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单元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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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